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那現在進來劍情步道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實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軌道 剛剛就有講過嘛 那 I'm far away from Earth And I wanna know if you exist Mission I'm far awa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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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大家好 我是小葉 今天帶大家來宜蘭的太平山國家公園走一走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到太平山國家公園裡面的 劍勤古道來看看 那劍勤古道它非常文明的 就是在這個森林古道當中 它有一個小火車的遺跡 是非常非常夢幻 非常非常美的 那我們之前其實來過一次太平山 一直想要往劍勤古道去走一走 可是我當時因為有帶我們家的小狗來 國家公園沒有開放小狗入場 很可惜我們就是只能打到回覆 那今天好不容易可以來一睹 那個劍勤古道的美貌 我們來一起來看看 那其實太平山裡面非常大啦 不只有劍勤古道可以走一走 如果你安排一日有的話 它沿途在太平山裡面 有很多的景點可以玩 那我們後面再來看看 如果說劍勤古道走完之後 大概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介紹給大家囉 Let's go 我們剛剛離開了中間的遊客中心 然後現在再往上去是到一個白嶺巨木群的地方 那目前導覽看起來是還要再開15分鐘的合車程 然後從白嶺再到劍勤古道的部分還有半個小時 那這樣子加起來 其實時間是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啦 那我們來看看就是開上去的路程 這個沿路其實都還算蠻平穩的 然後道路狀況也都還恢復得還不錯 現在進入了海包比較高的位置 還可以看到音樂可以看到起霧的狀況 所以在山上這邊其實還不會沒有像在山下這麼的熱 這邊是劍勤步道的停車場 然後步道停車場的地方有附設廁所 這邊算廁所規劃的還蠻多的 我們從劍勤步道的停車場往步道的入口走 預計好像還要一公里左右 那沿路的風景其實都還蠻平的 你就會順著這個人心步道的方向走 那我們從劍勤停車場這邊有看到標示 這是劍勤停車場 然後我們要往劍勤步道的方向走 這邊有一個觀雲戰道 它是圍繞在山路這邊旁邊的一個木戰道 我們剛剛開車上來的時候 其實沿路都可以看到雲霧的風景非常非常美 那今天風其實蠻大的 雖然太陽還蠻烈的 可是因為海拔比較高 然後風非常非常的涼爽 你看很美的木戰道 劍勤步道的這個觀雲木戰道啊 真是名副騎士 你看沿路這樣走啊 都可以看到那個雲霧繚繞的風景 就跟仙境一樣 超級超級美 霧花飄過來 然後短短的才一公里左右 所以如果走路的話 大概十分鐘以內就可以走完 然後這邊有一個平台 可以在這裡採照 這邊觀雲戰道就可以看到遠處超級美的 很像明信片一樣 我們現在到劍勤步道的入口了 然後走過去吧 往前是劍勤停車場 然後這邊就是劍勤步道的入口 我們剛剛走了一公里左右的木戰道以後 現在已經到劍勤步道的入口 可以看到其實人蠻多的 就是假日的狀況 對那劍勤步道的部分 它的全長大概是0.9公里 所以走進去的話 官方預估是半小時啊 如果走快一點的話 應該不用半小時就可以走完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這個劍勤步道 這是劍勤步道的介紹 步道全長900公尺 往返身邊一個小時 然後它是步道原本有太平山劍勤線 運財軌道的小火車 然後目前剩下來的路段 就只剩下一點點 就是比較沒有完整 它有修建過 然後這是整體 這是我們等一下走進去沿路的部分 然後步道入口這邊有一個木牌 可以拍照 從這邊進去 這邊是不能停車的 所以要到上面 這是我們剛剛來的地方才可以停車 那劍勤步道啊 它蠻知名的 就是它有這個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這個軌道的部分 那以前主要是印一些劍材 那它跟一般步道不同的是 它在樹林當中 所以它其實算是蠻涼爽的 舒適的森林步道 那我們現在進來 劍勤步道的部分可以看到 其實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軌道 剛剛就有講過嘛 那大家都會停留在這個地方先拍張照 因為它跟樹蔭這樣子的呈現的感覺 是非常非常夢幻非常非常美的 然後我們也在這邊停留了一下 那入口的部分就是剛後面這邊 那整個步道很涼爽 都在樹林底下 讓人非常的舒服 現在來到100公尺處 它有標示 所以來這邊其實還不錯 就是沿路還是有看得到 還有剩下多少的長度 我們現在慢慢的走進來 走到了一片很漂亮的樹林區 可以看到很多很大型的樹木 在生命中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是蠻多人在拍照 跟著鐵軌的畫面 繼續往裡面走 很漂亮 這個步道 就是保留了很原始的自然風景 很漂亮 樹旁邊都長滿滿的 去看看 我朋友都說這個很像 樹穿上的襪子 每個從裡面走出來的遊客都驚嘆 可是裡面真的很美 雖然人還算不少 但非常值得一來 所以我就會看消滅 我就為什麼會看到 當地人四天 睡覺 快一點 但是記得覆盡了 一共三百公尺 就要去看 完成了 那邊走一場 好扁有 這些小小小 那邊走一到 超級美的 出界 超級美的 女生 看到 就在 超級美的 然後沿著步道進來走到一半的位置 也可以陸續看到這種鐵道的一些介紹 也叫做鐵道轉側器 它改變那個改變方向的時候 改變軌道的時候用的就是這個 像這個雙軌道它要進行更改的時候 它就會利用這個軌道轉側器 這邊也有利用一些自然生態的一些平衡的工法 來建造這些步道 比方說有一個架高的木杖道的部分 它就是保留生物孔隙跟下方水源 然後一部分它也可以變成就是擋土牆的作用 你看它是下屬的 你再看一下哪一個 架高的木杖道 這一個歷史遺跡舊木杖橋 年久回準 景宮平吊懷舊 很漂亮的一個畫面 就是舊的鐵道的部分 它已經破損了 所以這邊不能走 它長滿青苔 然後旁邊有瀑布 小瀑布 可以靜一點看 這個流水的聲音 這邊好漂亮喔 跟森林的畫面就是形成一個很 很平衡很舒適的感覺 跟森林的畫面 像森林的那樣 我看 наши圍體 因為這屍體 然後再沾一塊 一塊白菜 鹹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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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棵大型的台灣扁駁 超大顆 還有樹中樹 很巨大 聽說從裡面可以看到 樹的中空 透光 哇 哇 而且裡面香香的 它的滴水 自然生態的神奇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其實已經快要結束了 現在看到吊橋的部分 圓形的寶場 還是木散蕩 限制人數十人 旁邊是樹林 我們從拱橋這邊走 旁邊就有一個小瀑布 哇 那邊有一棵好大顆的神木 倒在那邊 有沒有看到 好漂亮的 上面有山欄跳過去 好美喔 這仙境啊 先走出吊橋的部分了 然後現在來到 700公尺處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座 繩索的吊橋 你看有人在拍照 我們等一下準備從這邊走過去 那我們就先不走 它旁邊也可以走 不然那個八手 就是大家都這樣摸 其實有點 有點衛生的一遇 雖然說這個山上 有水 有可能有雨水會沖刷 但蠻刺激的感覺 整首過了以後 我們現在要進到尾聲了 我們現在要進到尾聲了 剛剛是700 然後全長是900 所以剩倒數200公尺 這邊就霧氣就更重了 我們進到800公尺 所以剩倒數100公尺就走完了 它這邊有另外一座吊橋 這個更長 一定要走吊橋 它這個地方就沒有旁邊的路可以走 一定要走過去 我們現在準備走吊橋囉 雙繩 好險這個 吊橋的高度沒有很高 但蠻晃的 還蠻晃的 散燃一下 然後上面有個小瀑布 然後就是 哇 我們要走開一點 那我們剛剛從繩索的吊橋這邊走過來之後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片的雲海 很漂亮喔 然後橋的旁邊有一個牌子 它其實有介紹就是雲海 怎麼形成的 啊這個有點霧 它已經年久斑駁了 那主要其實是講說雲海 它形成要先 會有兩個 一個要海拔高於1200 1800公尺以上 而且溫度要夠 才能形成 雲海的景觀 所以表示這裡的海拔其實是有1800公尺以上 現在進入最後的終點了 大家都在這裡休息喔 看到底了 這邊 霧氣還蠻重的 然後樹林 好 小朋友都在這裡休息 霧到終點 霧到終點 超高 後面就沒有做 它圓入折板 總共全長是900公尺 然後 短短小小的 然後 都在樹蔭下 很舒服 那我們現在準備回程囉 我們現在已經 要往 就是要走出 電勤步道了 總共是900公尺 現在非常短 走出去也很快 那整體來講 這個步道的 環境非常的舒適 尤其非常推薦大家 夏天可以來 因為 整體都是在樹蔭底下 再加上它濕氣重 然後水源充足 裡面沒有什麼太熱的感覺 原本戴那個帽子 想說要防曬 也用不到 對 它的步道不長啊 很多爸爸媽媽都會帶著 小朋友一起來走這個步道 算是蠻適合全家大小的起來的 那 學校啊 團體剛剛我們也有看到 我們現在走出步道以後 肚子有點餓 打算要到 下面有一個 溫泉區的部分去 煮蛋還有玉米 那等一下 也順便幫大家 介紹一下 看它那邊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去進行購買 還有 煮那個蛋跟玉米 購票處 然後旁邊其實有植印 前面是溫泉湯屋跟露天的溫泉區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它現在沒有開放 然後遊客中心購票處 它本來是說在外圍啦 但是看起來現在有 換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家庭的湯屋 然後再來是 鳩之澤的 自然步道跟溫泉煮蛋區 它是說在 應該是在那個下面 然後最後一個是 男女裸湯區 跟公社 就是我們剛剛從下面那邊 開車下去的地方 把它吊橋 我們剛剛從太平山上的 劍勤步道下來 然後因為肚子有點餓 我們到這個 鳩之澤這邊 想要買一些溫泉蛋來吃 那鳩之澤這邊 其實它是個溫泉區啦 那平常其實是可以來這邊做泡湯 夏天的部分它就沒有做開放 轉換成就是有購買一些 溫泉煮的溫泉蛋啊 溫泉玉米啊 還有肉粽的一些服務 那我們剛剛來它剛好都賣完 我們現在要在這裡等一下 那順便在周邊繞 讓大家看一下 鳩之澤 這附近的風景 那我們剛剛其實是從這邊進來 對 那它其實距離我們早上買購票處的地方 是最近的 一進來其實第一個景點就是鳩之澤 那鳩之澤上來進來以後呢 它就有一個購票區 這邊是購票區 它後面好像有一區是可以泡湯戶外池的部分 我們剛剛要走到這個下面的部分 下面它有他們的湯屋 分男湯跟女湯 旁邊的話呢 它有一座吊橋 非常漂亮的吊橋 等一下我們會走過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再加上去見面 桌放棄 桌放棄 就是 桌放棄 這叫腳上面好像很穩定耶 蠻特別的 這邊在貓 地熱 這邊是溫泉區 走過去的話應該會有另外一個救資者的自然景觀步道 那我們就不走過去了 我們在這邊等溫泉蛋 我們現在在救資者原本自助煮蛋的販售區 那他現在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沒有開放可以自助煮蛋的販售的服務 如果想要吃的朋友 他們還是可以在上面買 他有一些代煮的服務 那我們剛剛來其實他已經就是代煮已經賣完了 要等的話等到10到20分鐘 這個是他原本自助的區域 現在都沒有人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吃的話 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就有他們代煮的溫泉蛋可以吃 那我們決定就是不要在這邊等 然後到山下去找一些吃的 今天就會暫時先幫大家推薦的就是 建勤步道的部分 被評為全球最美台灣唯一一條路選的步道 推薦給你們 建勤期間像這樣的戶外步道 其實非常適合全家大小 如果你們也在找戶外的景點 非常推薦你們建勤步道的話 一定要來走一次看看 他整體的CP值非常非常高 那今天的建勤步道就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後續如果我有發現更好玩的景點 也會持續更新影片給你們囉 掰掰 太好了 然後回到這邊 去座位